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如何看Git的版本历史 在咱们在建这个静态页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留意到我创建了四个Commit 那每次创建完毕 我冷不定的要看一看 通过GitLog的方式 看一看版本库到底现在是长什么样了 说明这个GitLog在日常工作当中 还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我用这个看看命令行 只会这么敲 就GitLog 什么参数都不带 对不对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还可以这样用 有几种用法 首先 比如我们很想简洁再看一下 总共这个版本历史 有什么样的一个Commit的列表的话 你就用一个One Line的方式 非常简洁的 对吧 就是你根据这个信息 你就知道了哪一次变更了什么东西 你根据这个东西来查找具体的Commit 那这个One Line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同时还可以这样 你可以指定 就是最近的几个Commit 我只关心最近的几个Commit 那么你可以输入数字 四个 比如说你输入这个 你还可以用One Line 对吧 可以组合起来用 或者说你只需要最近的两次 那你就这样输 那么我为了给大家讲一下这个GitLog 其他这个用法呢 不妨给大家穿插一下别的一个信息 那GitBlong这个-V这个信息呢 就是说可以看本地到底有多少分支 那咱们可以为了看这下GitLog的这个功能呢 我们最好呢分支不止一个 我可以快速的创建一些分支出来 比如我基于以前的这样一个版本 创建一个新的分支 这个分支我管它叫临时的 临时性的这样一个分支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 我稍作修改 随便加一些新的行 稍作修改 然后创建一个Commit 这样 要把它加到暂存区 这个不推荐 我其实平时会用这种-AM的方式啊 就是说工作区的东西 直接把它创建到版本历史库里面去了 我们为了演示 要给大家讲一下这样一个用法 那现在再看一下 总共有多少个分支了呢 有两个了 如果这个仅仅看分支 但是你还觉得不够 这个时候咱们还会用到log log的话呢 给大家看一个信息 如果说后面不加任何参数的话 gitlog 它意思是说 是我只要看当前分支的这个历史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head指向的是temp 那我们的master分支去哪了呢 对吧 很可能有人会说 我所有的分支的这个版本眼睛的历史 我都想看 先这样 就一个all 为什么说所有的分支都有了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master分支出现了 master最新的这个committer 是指向这个 对吧 然后temp分支指向的是 5bf3fd这个committer 如果你的分支有10个 那么整个通过这个gitlog-all 的话呢 应该这个上面呢 会列出10个分支对应的committer的信息 都有的 那好 你觉得这个版本历史 不存在父子关系啊 你看起来非常累 就是他的这个眼睛的历史呢 你看不出来 所以有些时候呢 用户还会加上这样一个 图形化的这样一个用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种方式的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temp的分支 它是由这个committer眼睛而来的 master是绿颜色的这块 这边下来这个是master的 对吧 master有三个committer 然后再下一个跟这个会合 就是也是从415c 5c眼睛过来的 只不过呢 我们的这个temp呢 是从这个分支415c呢 直接它的下一个committer提交呢 就是这个了 好 那么命令行的方式 我们回顾一下 除了我们默认的缺审的getlog的这个用法 咱们是不是还可以增加one line的方式 一行简洁的方式 one line加all 对不对 one line加all 好 那么-all 我-all 是所有分支的眼睛历史 但是我不想看它的所有 我只想看究竟的 n个 n个几个呢 比如四个 好 那么你看 这个四个指的是temp分支 有一个 对吧 然后must呢 有这么多个 没准 这种方式我们看看graph 值不支持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呢 也支持 所以我觉得 我是蛮喜欢后面加个graph的 就是看整个这个版本的眼睛历史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n4 说明 它不是说每个分支给我取四个 而是说 所有分支 那最近的四个committer 你帮我取出来 咱们应该这样一解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样 就是既然咱们用了or 那么后面如果指定分支 那这个分支是不起作用了 它还是以or为优先的 大家看到没有 假设没有or 我们回忆一下啊 这边留意了 这边head指向temp 但是我们下面这边不会出现master 对吧 没有master 你如果用or的话 是所有分支都呈现出来的 好的 我们呢 就gitlog 输出gitlog的这种情况下呢 再给大家做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讲解 有涉及到简洁型的 然后有图形化的 对吧 有演变历史的 以及呢 可以指定最近的几个的 当然gitlog远远不止这些 我说的呢 就是说平时我会经常使用到的 没准你也会使用到的 如果想看详细的gitlog的这个指令 可以怎么用的话 咱们可以用get help 我这边是需要浏览器看的 那我就加个web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gitlog的参数接口 是非常丰富的 图形界面可以做的东西 它完全都可以做 你完全可以指定 比如说从什么时间点对吧 然后或者说什么时间点之后的 接口非常的丰富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来查阅一下 然后把这个看版本历史呢 可以做到自己想要的 这个额外提出来的 有了这个图形界面的 为什么还要命令行 或者说有了命令行的 为什么还要图形界面的看版本历史呢 这个是有原因的 各有优缺点 因为像好多开发人员 他喜欢用vim这种编辑方式的话 他很可能很喜欢用命令行的方式 他习惯了 所以他用命令行的方式呢 效率更高 他可以想要什么自己指定 那呈现出来 而且不用切换界面 直接就在一个share的上面 就呈现完毕了 所以这批人呢 他是很喜欢用命令行方式的 那剩下还有一些 很可能是 从windows的这个操作系统 习惯了这样的这种图形界面 展示的 那很可能他会对图形界面呢 情有独钟 那么下一讲 我们再讲一讲 图形界面的 这种版本管控的这种工具呢 我们怎么来用 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用命令行的方式 看Git的版本眼镜的过程 那这一讲呢 我们再介绍一款 图形界面的 看版本历史的这样一个工具 我们直接在之前我们静态网页 这个创建的这个项目里面呢 输入GitK这个命令 应该会弹出一个图形化的 界面的工具 这个就是GitK的 这样一个看版本 历史的这样一个工具 我们这样吧 我们不妨先把这个布局 给大家做个介绍好了 左上角这一块就是历史书 然后呢 中间这一栏呢 你可以看点左边的这些Commit 背景色相同的 对吧 这个就是Commit的信息 因为现在是一条直线型的 所以你看起来的这个东西 还是蛮好理解的 待会如果这个图形界面 这个版本的历史比较多了 分支比较多了 这个有些同学 他会有疑问的 就怎么看他就不知道了 待会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一个复杂的这个项目是什么样的 先把简单的先看一下去 好 那么这个是作者的信息 那这个是变更的时间 那在下面呢 你看随着我们的这个Commit的移动 下面这个ID信息 以及DIF的信息 以及右边的这个数的这个信息呢 也会发生变化 那是这样 然后右边的这个patch和tree 我看一看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这个patch就是说 针对某一次的Commit的变更 它不是有个变更集吗 这个patch就是指的是这个变更集 那它这个左边呢 我们点击某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应该就是patch里面的这个某个文件 它的变更的信息 假设我们把它切换成tree的方式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当前的这个Commit下面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文件的这个目录结构 是怎么样的啊 所以它的情 它显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tree的话 你点击某个文件 左边这边显示的 应该是文件的所有内容 如果是patch 我们当时我们选了这个add style 对吧 当时我们不就是添加了一些css的格式吗 如果说是tree的话 那么css的完整的文件 就在这个左边这个框里面呈现了 那如果我们选择patch的话 哦 因为这个是完整的这个文件 你看它这边会说增加嘛 增加的方式 它加号就是说 你这次变更增加了哪些内容 它是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需要跟大家交流的信息的话 我看看啊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 大家看到之前我们用gitlog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每一个Commit的信息 有id号有author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没有教大家 就是说怎么样呈现这个committer的信息 这里有个概念 就是某一次的变更的这个提交 既有作者叫author 还有一个叫做committer 叫做提交人 我估计刚接触这个git的人 肯定会有疑问的 就是什么怎么这个变更 又有作者又有提交人呢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的 什么时候就是这个作者跟这个提交人啊 是不一样的呢 比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分支里面 must分支里面有个committer 我很想要把它挑出来 我想把它放到temp这个分支里面去 那么这个叫cherry pick cherry pick的话就是说 挑选某一次的这个committer 放到另外一个分支 这个时候git它设计的时候啊 为了尊重这个榜权嘛 对吧 那么你明明从must那边挑过来的东西 那它之前应该有作者啦 那你挑过来之后 你新生成的这个committer呢 那这个committer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提交者是你 对不对 当时里面的这个内容 是从别的分支拿过来的呀 别的分支上面的某个committer 拿过来的 所以这个author啊 还是保留了之前cherry pick的 你想挑哪一个committer 当时的committer的作者很可能叫张桑 对吧 你把他的东西捡过来 捡到你这边呢 你是作为提交人 那是我是苏林提交的 当时那个作者呢就还是张桑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这个author跟这个committer呢 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提一提这个committer的信息 然后每一次的变更 他通常是有parent的 是有父亲的 除了这个他没有父亲 对吧 因为他是这个仓库里面的第一个committer 他是没有parent的 他有child的 以前的老版本他是不出现child的 现在连child的信息也会有了啊 然后还说这个blanch是吧 也就这个blanch指的是说你这个committer 哪几个blanch都包含你这个committer 那说明你看这个对吧 虽然我们这个界面当中没有出现must 但是 就说因为must的分支也包含这个committer 所以他这个blanch里面呢 对这个committer的信息里面说这个分支嘛 跟他产生光联的分支呢 有must和temp 要这样来理解 我刚才帮一下点到temp 这是个链接嘛 他又这个temp指向呢就是这个最新的temp分支上面的第一个最新的这样一个committer 所以他跳到这里来了 好 这是一个我把这个布局以及牵扯它的每个committer的这个信息呢 跟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那我们gitk还有个功能 就是你想看到什么东西呢 是可以定制的 怎么定制呢 这里你看这边有个view嘛 有个定制 那他现在为什么摁不下去呢 我后来琢磨了 新版本安装之后 我琢磨出来啊 是可以这样 切换回命令行方式 又切回来 他这个view呢就起作用了 这个是小技巧 没准以后的版本 他会升级很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以前老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好我看一下啊 你有一个view 你有一个view的话 我们可以指定 我想对所有的分支都感兴趣 那么我点这个也可以 那我选这个也可以 all reference 但是我的理解是所有的引用嘛 也就是本地的分支 tag也属于refs 然后远端的分支也属于refs 其实点了refs 应该是包含后面三个的内容都有的 所以我选这个吧 orrefs 因为我们现在远端分支 根本就还没有接触到 我们现在所有的gitk 都是在本地执行的 所以没有remote的概念 就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工作机上面 就创建了一套版本的历史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定制完之后呢 就把所有的blunch的信息 都呈现出来了 就这样 那么现在还有个功能 你点到右边这个committed message 你那个鼠标的右键 相当于还提供了这些功能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其实你打开这个gitk 图形界面的时候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我在这个committed 我觉得这个committed很重要 我要给它建一个tag 那你就点到这里来 创建一个create tag 对吧 你可以输入tag名 比如说感兴趣的 对吧 第一个感兴趣的 我随便数一个吧 好吧 我就随便数一个试试看吧 好 然后这个有tag的name 还有tag的这个消息 不能随便 才是加JS 对吧 这个JS01好了 我们看一下 看样子这个标签 就是tag的标签 也就是说 基于这个图形界面 可以做蛮多的事情的 大家可以 你看这么多的功能 以后我们陆陆续续 会接触到的 今天我先给大家 就说这个功能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以后呢 针对某些操练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会打开这个git key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变更成什么样子的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对这个工具 也就不陌生了 好的 谢谢大家